繼續我們請蘇貞昌先生同樣聲論有八分鐘時間 主席人 三位提問人 四位可見的董事 李副總統 首席首長 各位東來先進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上個禮拜 我和四位優秀的同志同台探討民進黨的未來 我也點到民進黨面對三種困境 北藍 藍綠 道金字塔 無法過半的困境 因此我提出要打造第三版的民進黨 民進黨3.0 要用更開放 更參與 更制度化 來讓民進黨成為更大 更好 更符合人民期待 來爭取2014年全國地方大選的勝利 來打下民進黨重返中央執政的勝利基礎 看來民進黨的未來 我們更要關心台灣的未來 今天我要談的就是台灣的未來 20年前 北歐的芬蘭在國會就設立了未來委員會 專門探討跟面對該國未來的問題 芬蘭之所以能夠領先世界 因為他們看到更遠的未來 三個月前 世界銀行跟中國國務院 特別提出一份中國2030年報告 指出中國未來相關的願景跟落實願景的策略 更點出中國可能會面對的困局是未負 辛勞 是無法走出的中產 中等收入的陷阱 不只個別的國家如此 國際間OECD組織也特別設立了國際未來的計劃 現在提出的是2030年的太空經濟 生物經濟以及基礎建設 人家都在看未來 人家已經看到2030年 2030年你現在也不過18年而已 我們看到了嗎 台灣準備好了嗎 民進黨準備好了嗎 要迎接一個新時代 要從觀念的改變開始 台灣要進入新時代迎接新未來 要打破兩個觀念 一個是經濟掛帥 一個是以為政府萬能 從1930年以來 世界經濟的策劃目標 都以GDP成長為所要目標 但GDP的數據卻無法顯出貧富的差距 看不出國民生活的品質 更不能代表健康跟有尊嚴的生活 過去幾十年來 台灣的經濟成長力不差 但我們的環境品質 生活品質 教育品質越來越差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分配正義 居住正義 已經被破壞的越來越嚴重 現在台灣經濟不好 連公平正義都沒有 這幾年來 世界各國開始在尋找新的成長模式 目前的結論是 未來發展的模式 應該是智慧的成長 教育 創新 永續的成長 環境保護 低碳經濟 全面的成長 提高就業力 創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 這種新的成長模式 就是台灣未來要邁進幸福國家的方向 也應該是民主進步黨 再也要堅持 執政要推動的目標 第二個要打破的觀念就是以為政府萬能 台灣社會普遍對政治不滿 冷漠 但同時又以為政府萬能 什麼事情都政府可以解決 但從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以來 我們已經知道 政府不但不是萬能 有些錯誤 痛苦 還可能是政府造成的 政府做不好 人民受苦 整個國家都可能崩盤 冰島 希臘 愛爾蘭就活生生的例子 而台灣也一樣 我們現在看到 馬政府決策出造 緩複 執政無能 對人民的痛苦無感 現在台灣要面對的困境越來越多 但政府能滿足人民期待的能力 越來越差 讓我們覺悟到 一個對政府期待過高 卻又對政治冷漠的社會 結果是政府更無能 人民更失望 但是 個人是渺小的 是無力的 在全面失控的時代 政黨的角色就更重要 政黨應該是集合眾人的意志力量 作為民眾參與政治的橋樑 協助社會透過各種機制 女技力量 積極要求 來鞭策政府 辦理好治理的角色 並組成社會各種力量 連結激盪 讓公民社會更有力 這樣才能填補政府失能 才能夠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危機 民進黨作為一個政黨 對未來的台灣 應該要有這樣的體認 未來的台灣 應該更重視人民的幸福 永續的環境 未來的台灣 應該有強大自主的公民社會 可以監督政府 可以彌補政治領域功能的不足 政黨的大小 不在黨員的多少 也不在資源的多少 而是格局有多高 視野有多廣 人民支持的力量有多大 民主進步黨 過去一直是和人民站在一起 領導議題 引領風潮 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未來 我們更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帶動整個台灣社會勇往直前 我們大家都要有這樣的雄心壯志 並且大家一起團結努力 一起迎向台灣的新希望 謝謝大家 謝謝蘇建昌先生 謝謝 you 謝謝 you 謝謝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